百大创造力的故事 是谁定义你的人生 你的故事由你自己创造 今天创造传奇故事主角 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林希怀和林希玲 在儿童高尔夫球的领域表现优异 更是得到儿童组高尔夫球奖项的殊荣 当父母发现宝贝女儿的高球天赋之后 就用行动来表示支持 而父亲林守志是中医师 就算百忙之中 坚持要抽空陪伴孩子们练球 还聘请了专业教练 在气能上跟体能上来训练姐妹俩 其实想要从事高尔夫运动并不难 真的要把这项运动变成一个专项训练 那就不容易了 在选手训练的过程中 需要克服天气障碍 无论是大热天或是大冷天 都要下场练习 只要不打雷 几乎全年无休锻炼技能体能 对孩子而言更是困难挑战 而天下父母心 看到孩子成长 是父母内心最骄傲的事 齐学孩子将来能在高尔夫领域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努力不懈的高尔夫训练日常 有人说父母培养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这样的观点是对的吗 孩子什么都学反而会造成学习障碍 更失去了真正起跑点 现在许多父母跳脱填鸭式的逻辑课程 开始培养孩子的运动才艺 而高尔夫学习也成为孩子的其中选项 趁着孩子放假或是下课时 在父母陪伴下带着孩子去练练高尔夫球 掌握黄金学习棋 就跟孩子聊聊他们的想法 也开始规划他们的未来 爸爸会先踢早大我们去练习场 然后先推完之后再去下场 一个礼拜就一两次 然后一个小时三个小时超多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姿势 然后再准备比赛 父母支持陪伴很重要 在球场上父亲零首智 也在高尔夫球场挥干 而西淮 西林也在愉悦的学习环境 不断地练球成长 培养了打高尔夫球的乐趣 就更能增强信心 学习效果也会比较好 更能挥干出好的高尔夫成绩 小会有个基本的方法 公式让他做 现在我会觉得他们需要自己去想这些东西 那这是他们会要发挥他们的创造去想象 一个创造一个路线 球滚动的路线 球飞的路线 那这样子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打球的感觉会非常好 这是如果是我用继续用一些公司去盖住他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些天赋会消失掉 所以我现在以创造力 对他们来说的创造力来说 我会希望说他们在依附教练的一些准则之下 让他们尽量去发现我也不太干涉了 我只帮他做数据的收集 一个好的选手 来自于懂得英才失造的好教练 怎么去训练有天赋资质的选手等级 在比赛时能有好的心理素质 更能有优越的表现 是教练不断探索心理的重点 在找这些训练计划 找这些训练方法 一定要照我们的步骤化 所以我都会利用白板啊 图纸画 甚至到我的那个教学手册 让他们可以去写下来 然后记下来 这样子才可以慢慢地堆叠出 每一次的训练计划 一个选手的养成 绝对不是只有选手一个人 他可能是有很大的 包含赞助商 包含教练 甚至到他的原生家庭 然后甚至到他出国去打拼 到美国巡回赛等等这些 甚至是比赛的战友们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那宝宝妈妈是台湾 真的很少见很难得 全心全意投入在 小朋友的高尔夫球上面 不管是看到他们的比赛 甚至到他们的球具 甚至到饮食部分 医师 林医师这边也都是非常地注重 虽然父亲 林守智 对于西怀跟西林 有很严格的要求 而高嘉宏教练 对于姐妹俩 具备了在训练上的高度期待值 对于西怀和西林 训练一整天之后 并不觉得累 反而在回城的路上 跟父亲侃侃而谈 今天的学习心得 交流着充满温馨的画面 我们节目也衷心祝福 双胞胎姐妹 能够在高尔夫舞台上 挥甘出好成绩 我们生存在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 每天接受各种类型的讯息 如今这个世代 遇见全球疫情经济大萧条 特别需要传递正能量 而今天节目主角 发挥创造力 战胜现况 适事者生 顺势者为 称适者赢 让台湾拼经济的氛围 飞扬起来 白道创造力的故事 我是刘寒竹 我们节目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